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信心 那曾宝老师在昨天 一个亮说 曾宝老师认为千点的反弹 注意你没有听错 千点的反弹 今天的重挫 代表这个信心 还是没有恢复 这个市场 资金的动能 其实有损失 但是整体上而言 都还是有 力道可以往上走的 那为什么让一个盘式 走得这么崎岖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今天的这一张 K线图上面 这不是哪一档的 K线图 这是美元指数 简单说 这个指数 只要它一直 不断的升高 那非美国市场的货币 当然就会有贬值的现象 所以昨天 说实在 昨天的美元强势 让陈宝老师心头 为之一阵 这一阵代表 糟糕 今天的台北股市 又要呈现 剧烈的一个震荡的情况 所以当美元指数 没有如预期 在这里做一个小盘头 来做向下修正 让新台币能够直稳 能够不要再续扁 那么现在这市场上的波动性 真的是还蛮大的 所以昨天已经来到108.33 陈几何时 陈宝老师告诉大家 93.5突破之后 就会产生市场上的一些大震荡 93.5到108.33 这一段距离不远 但足够让市场上的震荡不断 所以我在想说 今天这个局势 今天台积电500元 这个整数关卡 没有往上走的话 我认为在这里 还是一样 虽然我们的精兵政策 但是该做出动作的时候 必须要做出一些动作出来 所以我们寄望 一个好的 基本面的一个消息 能够提振市场信心 尤其是无外资 所以我们巴不得 财政部 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出口数据上 多宣传 抓突一没有用 那些都是无法撼动怎么样 撼动台北股市的 只能对一些小型股有用而已 全资股 还是必须要让外资知道 不要继续在台湾抽银根了 不要继续在台湾抽银根了 那唯独只有这样的 市场上的整体的一个信心呢 才能够稍微来做一个稳住 投资人信心没了 融资位值率135.6 今天恐怕融资呢 还会再减 因为盘中呢 是截至收盘呢 都还是收在相对低点 我们来看一下教权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教权指数 各位看到 一路从这样走下来 修正了这一个 这一大波 修正了这一大波 陈老师认为 在这里的一个乖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非常非常的大的 可是他从跌破半年线 再来反弹到季线 再来沿着实现往下走 这一段原则上是需要做一个修正的 可是因为美元指数呢 过强 逼迫外资呢 在现货部分呢 他必须要卖出 现货部分呢 必须要卖出 所以当然部分 有些外资呢 跑去买债券 跑去买债券 所以影响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台积电 冲高之后的拉回 当然2.2万张是不多 可是在这里必须要补满 至少比这一根量 4万8千多张 这个反弹量还要来得更大 还要来得更大 至少6万张 如果7月7号这个低点435块 更正438.5元被跌破 那整个大盘将陷入盘整 将陷入盘整 所以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就在台积电身上 它一个人可以挡 5到8家的一个全市股 它相当相当的具有代表性 也就是说如果外资执意要在台北股市 透过台积电来提走现金的话 那对台北股市的伤害还是会持续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金融股的部分呢 2881的股邦金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弱势 从过去公司派呢 在七十几块做护盘呢 那一路的往下来做一个修正 到今天呢 还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的一个弱势状况呢 我想反弹起来 也是大概在61块这附近呢 才会呢 才会呢 到达一个短期间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区 所以已经整个好像可用之兵呢 突然在所有的股票呢 现行被打坏之后呢 显得比较少 二十五是联发哥 联发哥跟台积电的走势呢 就还蛮相似的 唯独这个除息之后的一个三万张的一个卖压 这一根KK 我认为六百 六百八十九 我认为七百 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一样 这一根的低点 不要破 不要破 他才有机会来攻击呢 6月23号的一个高点 七百四十元 所以现在的台北股市好像整个都是被外资所掌控住了 所以变成在买卖上 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半年前 甚至是一年前来的随心所欲了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也做了一些调整 那当然这些调整 就是要看外资在接下来 他会玩什么样的一个花样 持续性的卖超 还是做他们所谓的一个配对交易 做空某一档股票 做多某一档股票 我们要找到的 不是做空的 而是怎么样 做多的 这里的空单 这里的空军是很猖狂的 是很嚣张的 当然这个嚣张 在于他们在六百多元 抗坏台积电 在于他们在五百五 五百 抗坏台积电 所以这样的抗坏 他们能够维持多久 他们能够持续多久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面对你现在手中持有台积电的 如果现在还是告诉你说 台积电它是具有竞争力的 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了 甚至有人说资本支出大增 资本支出呢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示范看来 看来是顶功了 如果真正厂商意识到 资本支出呢 是过量的 那接下来这个盘是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跟做法跟走法 所以台积电 就像我刚刚节目前面所说的 第一点 这一根不能破 补足至少六万张的成交 你没有听错 是六万张的成交量 这大盘才有机会 往我们先前所规划的一个方向来前进 包括联发科 包括联电 包括联电 今天联电呢 稍微还是没有守住 真的非常可惜 还是没有守住 所以一路在这里 六月初的时候 55块 整个呢 非常OK 结果呢 在这个六万多张的一个贯穿的季限之后呢 我知道状况不妙了 反弹没有力 直接往下 所以联电呢 在这一块呢 跟台积电 也都是一样 唯独比较让陈冯老师意外的一件事情 就是2603的长荣 陈冯老师认为长荣只有谈这样 不合理啊 今天还直接跳空往下开 完全真的是不合理 这不合理在于哪里 这不合理是在于 每一次的一个下跌 每一次的一个下修调整 都伴随着一段 回数还蛮 趴数还蛮高的一个反弹 可是这一次的反弹 异常的来的断 各位你看到过去的反弹 来我们直接看 荧幕上的一个趴数 这从八几块 弹到140几块 从100块 弹到170块 从127块 弹到150块 所以每一次的一个涨幅 至少都有25%至30% 多一点的 还有到70% 从100块 到170几块 所以在反弹的一个正当过程之中 反弹的幅度 已经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了 而且更何况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已经很惊讶的事情 这个大户都还没有走 这个没有走 不是说它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而是这些筹码非常稳定的 都还囤在 230块的 长容 很不可适应 包括现在很多股票 筹码集中的 面对外资抽赢根 也是持续性的 他们也做出了 心中比较软的那一面 直接一开盘 就把股票来做一个卖出 当然 这个卖出的力道 跟昨天比 已经减轻了 包括陈峰老师的手中的持股 也必须要对这些股票 来一一的进行 所谓的筹码的一个检视 这是一定要做的 好 一定要做的 所以你看 大力光出来护盘 那先前有一阵子 有半个月以上的是红牌 可是该轮到台积电 该轮到联电的时候的 反应呢 特别特别的小 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我们今天这张股票 再一次的回撤前波的一个低点 当然前波低点 有没有灌破 并没有 所以连两天 这两天 昨天的一个钻石股 征战股 外资卖出 部分的外资买回 这中间当然有跑了 大概七八百张的票 七八百张不多 不是七八千张 七八百张不多 这一来一回不多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像这样的股票 他的整个的一个信心不足的状况之下 必须要赶快 也是一样跟台积电一样 所以 整个的矛头 整个的一个线头 都指向了2330的台积电 所以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再往上收 或者是往上涨 再往下打 这些状况都会凸显 五英手在操作这档股票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点点 还是有些顾忌的 当然这个顾忌呢 春宝是可以理解 美元指数太强 108都把新兴市场的一个资金给抽走了 所以怎么样让整个台北股市在回省 金管会啊 你要鼓励外资啊 不是抓突婴啊 做突婴没有用啊 对不对 真正能够撼动台北股市的是外资啊 真正能够让股民恢复信心的 就是外资的买超 哪怕只有100亿 哪怕只有100亿 所以现阶段我们必须要听到 林准备他释放出相对隔派的一个消息 既然通膨不这么严重了 说实在7月份升级三马 非常的不道德 7月份再升三马 如果你这样子做 你会把需求打死啊 你会把需求打死啊 所以你已经在5月份 原先预期是升级两马 现在你那当时你升级三马 已经超乎预期了 这次你7月份你要再打三马下去 这种下了中 这手下了中 所以这一次各位你看 他现在 没有看坏理由 但是今天还是在这个引线下方 来做震荡整理 那陈普老怎么看 现在变成一个局面就是 本来这里盘整过后 准备要往上做攻击了 但因为盘差 又再一次的呈现 低点不破前提 又再一次的呈现了低点不破前提 的一个格局 所以还需要整理 但时间多久 我刚刚节目前面已经有所提到的 美元指数不能再让外资 来作为卖股票的一个理由 必须美元的强势呢 要赶快来做一个压下来 来做一个压下来 所以现在操作难度呢 坦白跟各位说 非常非常大 这个大是在于抓不清楚外资的想法 已经是变成说 只要他们认为说 联储会没有释放任何的一个利多 他们就先卖股票 会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常告诉大家 整个的一个台币股市 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呢 可能不是一年前或者是半年前 陈本老师这样告诉你 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 我们必须要看到 第一个美元指数呢 赶紧的来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回落 不要在108撑太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到 很多重量级的电磁股 能够带量 这是重点 台积电至少6万张 那联发科呢 我们来顺便来解 联发科刚刚没有讲到 联发科呢 至少要2万张以上 各位我认为 只要2万张以上 都足以把这一个盘式呢 推回到700人 推回到700人 那2603的长龙呢 长龙至少要20万张以上 都要比今天这个成交量 还来的大 而且至少要大50%以上 这个盘式呢 才有机会在这里 做一个强力的一个 你没有转 盘式不好做 陈本老师知道 陈本老师也希望 不管是我的会员也好 还是在旁边看的 投资朋友也好 一定要冷静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 操作上 当然 要控制 手中自己的部位 陈本老师今天做的动作 也是在控制部位 把风险来做一个降低 甚至不排除 也有观望的可能性 也有观望的可能性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今天的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2号 7月12号 印象中14号 好像是法国的国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希望投资朋友 能够持续的密切锁定 陈本老师的台股 这样一家 记得刚刚说的条件 美元指数也好 或者是其他全资股也好 都必须要带量的 往上做供给 这个盘 才有机会在这里 做一个大牛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 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